把这一排全部都要调成相同的高度 另外一边也一样 这边也是调到相同的高度 中间那一排先不用去调整 调整好以后 把脚架 第一个放好以后 从第二个放到大概的位置到这里 这个的距离不要太远 然后后面一次排开 排开以后 你先把第一根是用短的 一米二的短杆 短的胶铁 这两边用一米二的 第一块 第二张板 就是用这个两米的 长的 一次排开 第一根放一片支撑架 第二个放两 每一个脚架旁边 放这两个 第一根立起来的时候啊 把这个一米二的这一根脚铁 装平 把这个支撑架装起来 这个一米二的短杆铁装的时候装在 靠右边这一根 空里面 靠右边这一根空里面 靠右边这一根空里面 然后把第一个支撑架装起来 让它稳定起来 靠右边 就行 客户 中文字幕——YK 这个支撑架固定在这一个胶铁上面 这边的胶铁安装跟另外一边是相同的 中文字幕——YK 那边固定脚架要装电轨 电轨放在哪一边 就把这个电轨的吊夹 R-O型铁装在上面 电轨放在哪一边 这个固定夹装的时候 方向没有装反的 这个平面贴在这里的 装反的话要重新装的 现在是两米的这一根长的胶铁 现在装在中间的一根脚架上 那边是电轨 然后再强调到哪一边 可以 再把电轨放在哪一边 都放在哪里 再把电轨放在哪一边 再把电轨放在哪一边 这一根要装在下面的一个孔 这边装在下面的一个孔 两个人摆起来 这边刚好装在下面的一个孔 两个这样一个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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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后面都是一式内推 把固定夹装起来 好可以了 这个有长有短 短的放在第一格 第一格 长的放在后面 短的放在第一格 两边用螺丝把它锁住 两边用银的放在哪边 放入鱼肉 放入鱼肉 鸡肉 这一根也是两边的 用短的那一根 安装那个风机的脚架 风机的三张板 装一个一张 两张三张 三张中间的位置 在这里把这个脚铁 装在上面 头上可以 头上一块板不要装的 放拉布机的一条 对他们讲可以 可以不装的 大大 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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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上面 刚好对着前面交铁的骨 对着前面交铁的骨 封机安装结束 接上戏封软管 上面有一个固定锅 固定钢环 封它 放在这个风口上 放紧它 后面安装的方法跟这是一样的 以此类推 把这个开关壳子拆掉 拿一颗螺丝 然后把它用电动器 装在这个脚架上 这就是这种铁的铁的铁 这就是铁的铁的铁 插上壳子 可以先从缝里面穿出来 这样就不吸一顶了 不吸一顶 把这个清完把那个板备平了 把那个一挂起来 你看看起来好看 对吧 对 你扭上就行 不要那么仔细了 你扭上等下放弯 颜色对颜色拍个照 好了 就这样来的 他要是再什么笨 那我就不管了 那笨死拉的 对吧 我怕他会开 一般不会开 可以可以 这样弄两个就行 把后面都对上的那些你弄完 一变鬼一装 你得看效果呀 你不能另外 你不能另外你这个东西还没装呢 对吧 扎个螺丝下去 绝对 可以了 可以了 好了 颜色的颜色相同颜色的黏起来 胶带把它擦好 一刹带把这个线固定在这个脚架上 拉紧它 放击线电源线跟这个脚铁固定一下 还在这里固定一下 然后主电线用这个地方扎起来 跟这个螺丝一起扎住它 中间用这个固定固定一下 扎在这个电线上面 上面的黑胶撕开 粘在这个桌板上面 粘在脚架上这个板上就好了 多余的线绞掉 多余的粘线内把它绞掉 放好架子以后 把板线推上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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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风口需要放到马达这一条线上 它每一个放风机一边 板上面有一条线 这个线就是下面的风口所在位置 就跟风机放在一排 板放上来以后要从中间的位置开始 中间这一块板跟这个脚架 要放在这个脚架的中间位置 那这两边都是相同的 都要放在中间的位置 然后这个边 这一个边跟这个脚铁的位置 两边要一样 就等于说这个边和这个边是相同的 这个木板的边跟脚铁 它中间的距离是5毫米 有点距离 5毫米不能超过5毫米 不然的话装起来会斜 位置调整好之后打一颗螺丝固定一下木板 不要让它来回晃动 每一个脚架里面都有这个孔 上门锁螺丝用的 另外一边也是相同的 板固定好以后把这个十字筛条筛进去 这个筛条是有方向的 这个最厚的一个边在上面 这两个薄的刚刚卡在这个缝里的 用锤慢慢把它敲进去 敲完以后把第二块板这样 卡进去 嗯 变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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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要对齐 好 下面固定一下螺丝 变如果不对的话 用这个脚架往那边移一点 用锤子什么东西砸一下 用锤子塞过来 还是一样的 两块板对齐 中间不要让它有间隙 后面就是一时内推的 这个位置有一点点缝隙的话 用后面这一块板撞一下 撞击一下 再检查一下 这里的缝隙完全没有了 然后再用螺丝把它固定住 这个最后一张板 最后一张板是平的 跟我们其他都不一样 把这个敲进去 把这个全部敲进去 从一边往另外一边敲 敲到弯线是平就可以了 多余的位置把它锯掉 把装不锈钢包边的位置也把它锯掉 剁出来的位置 刚好这个台阶把它留出来 另外一边是相同的做法 这每一块板中间的接头 把这个多余的位置去掉它 用这个东西把它敲掉 后面都是这样来做 相同的 那边也是要去掉的 两边都一样的处理方法 加工过以后这里就是平的 包边处理好 那个边处理好以后 把这个不锈钢包边卡在上面 我们不锈钢螺丝把这个锁住 锁住以后这个边刚好是平的 没有多余的部分 侧边 侧边也有螺丝孔 也要把它锁住 后面就一式内胚 把这个桌上就好了 把这个中间的边条垮掉 垮平了以后 看这边是否高出台面 这一边有一点点低 你还要用一个垫片把它垫起来 就是这种垫片 然后放在这个下面 垂子敲进这个缝里面 垫到它这个是平的为止 两边没有落叉就可以了 垫完以后两边是平的 不会有台阶 这个用180的沙子把它搓平 搓完之后用手摸起来很滑 不会有台阶就好了 180的沙子 电轨拆完以后拿出来 放在一端的这个位置 把这个卡在上面 这一边到底 或者留一点位置 留出来这个接线盒的位置就可以了 把这个接线盖装在上面 把这个十字螺丝连紧 把这个十字螺丝连紧 把这个放停以后 看这个边有两个 这两个卡 卡在这个这个位置 刚好 卡完以后把这个盖子 用力往上一按就好了 每一个电轨配两个吊夹 把这个吊夹放在电轨的中间位置 分匀就好了 用小板手把这个螺杆拧到底 贴住这个电轨的面 好 那么下面这个螺母会紧插 切完这个标准相同的 把另外一个先粘起来 让它们把这个放在一起 一边都放在上面 好 把这个放在上面 把这个放在一起 再放在一起 再放在一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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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这个连接头接起来 先套在一边 然后把这个电轨对接过来 把这个接头卡住先 接头推过另外一边 每一边锁住两颗螺丝 然后把这个连接起来 然后把这个连接起来 这个还是以钢材的方式同样的连接就可以了 另外一边电轨这里 把这个木端盖装上就好了 跟那个入线盖是一样的接法 直接卡上就可以 好了 完了 开板就这样装好了 然后我们下期间